我走了之后 这就是莫喜的嫁妆 只要你们能让莫喜认错鬼奏 宅院和这传家宝 我都归还白嫁 那个陈文德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怎么了 我听说那个陈文德 刚把身上赶出荆州 就已经开始在城里烧杀抢掠了 烧杀抢掠算什么 还有更顺的 他派人 派人去六部搜罗明帝 凡是和那个吴相爷交往过的 轻者捉拿归案 终者满门朝展 那这跟你这个闲官 也没什么关系嘛 即便他是乱臣贼子 也不能把满朝文武全杀了吧 这前世没关联 可前段时间 我们不是和吴相爷交往吗 他认定我是他的同党 这个吴相爷 他现在跑了 我们倒都没了 他 他让你怎么样啊 我跪着求他 求他 我把凤瑶的事也和他讲了 他竟然嘲笑我 侮辱我 说你那个小娘子我不要了 就捐一千匹券吧 一千匹券 这是要咱们倾家当产呢 要是不就 我和彭坤就要入狱 这是人在屋檐下 任人宰割啊 咱们是造了什么孽啊 怎么会碰到这种事呢 是啊 我们白家世代为官 可是那官越做越小 看起来风光 实际上已经门厅败落了 现在还要被罚没一千匹券呢 一千匹呢 我们的家产可要被掏扣了呀 白家 实际不济啊 走走慢一点 快快点 完了完了 兄弟 我下审半空了呀 来来来 兄弟 别全拿走啊兄弟 快点快点 这这这是我传家的宝贝 这是我传家的宝贝 你先给我留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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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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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兄长才末 你就带个小女娃来认亲 我听说你是出身在花街柳巷 花街柳巷 妈 哎呀 一定不是什么正经人去的地方 莫西 去 叫二叔二叔母 去呀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老爷在长江 给我们母女俩 置办了宅院 我们在那住了一年有余了 如果 怎么说 那宅院是我们白家的咯 我们该收回来才是啊 只要能让莫西认祖贵宗 宅院 定会归还 实不相瞒 我得了重病 大夫说我活不长了 可怜莫西小小年纪 就没了娘亲 求二位 可怜莫西吧 好在莫西是你们白家的骨血 你们看看 莫西长得多像老爷 不哭莫西 莫西像爹 别别着急认亲 我倒是听我兄长说过 有个外事 这我也没见过呀 这不好确定 老爷 老爷可怜我们母娘 你中前留下了这个 我走了之后 这就是莫西的嫁妆 只要你们能让莫西认祖贵宗 宅院和这传家宝 我都归还白家 只要能让莫西认祖贵宗 我都归还白家 要是再敢阻拦 莫怪我们前将就无情 咋的 兄弟 就跟我一拟劲儿 快来 后面关上 我这拟劲儿还不行 其他都拿走 哎 兄弟啊 后面把力点 快来 装车上了 装车上了 那是我的专家宝啊 快来 快来 老爷 收了我阿娘的东西 却不曾好好对我 现如今还是归了别人去 该是你的总是你的 不是你的 中归也留不住 铁混贵 人都撕哪儿去了 饭怎么还没来呀 想饿死人啊 一哥二哥都是乌龟王八蛋 岂有此理 这发白的蒸饼是给人吃的吗 《华视》 你们自己怎么不吃啊 给狗都不吃 活该被超了家 一群黑心的东西 这是小娘子让我给您送来的 这是她的午饭吧 我不要 拿我去吧 小娘子说 她那儿还有一碗豆腐羹 她吃那个便够了 您胃口大 那东西都是汤水 怎么能吃得饱呢 白家都穷成这样了 我车车发霉的争饼就算了 正经小娘子的东西都这么寒酸 刚刚被罚了一千匹券 夫人说家里没几个钱了 要省这些 那也不能让人都饿着呀 再说了 这二叔不是还每天 都出去会朋友买古董吗 你们家大郎君 这学术也没停啊 凭什么旁人就得省着 你还没停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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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跟冯瑶说 让她给吃了 不用担心我 我自己想办法 扔了 古董 你看看 来 来 来 谢谢小伯 快快快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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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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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抓着啊 谢谢 把他们几个带回去 人家沉害 听什么抓我 你放什么错啊 散步流言 还敢还怨 大家快看 走 没准备又乱抓人了 立正 快走 老板 来三两 算了 二两羊头肉 好几天没载羊了 这剩的羊头肉啊 可山心得很 那没办法 我穷 就这么多钱 对啊 老板 之前对面那卖胡辣摊 跟蒸饼的铺子呢 世道不太平啊 这不刚打完账吗 我们想着好好做几天生意 结果啊 这大早起的 军事就在抓戏作 在这儿打了起来 那那戏作抓住了没啊 没有 跑了 这世道兵荒马乱的 这城门现在严查 我羊肉都运不进来 我看我这摊啊 也该歇了 老板 那还有一块呢 来 歇了